吉華斯愛科學 吉華斯愛科學是清華大學傅立玉教授 科學動畫專案 也就是跟科技部合作的專案 是不是科學的教育的動畫一定要這麼的知識呢 是不是可以有趣一點 生動一點 是不是可以用女生當主角之類的 所以其實在在炭飛主部落做到快尾聲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富麗玉教授開始討論這一點 然後在那個時候慢慢的形成一個 新的原住民科學教育的一個想法 那那個可能是9RSSR科學最早成型的一個樣貌 這樣子所以我們希望描述的是 讓吉華斯開始發現說 他跟同伴之間他不可以太高傲也不能太低調 所以他要跟朋友還有跟其他人相處 怎麼樣領導其他人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發現 我們需要增加更多的朋友進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增加了一些新的角色 直接放一個外國人進來 第二季會有一個荷蘭的小孩 對那因為我們的故事不是架構在現在 而是稍微往前推一點的時間 所以就想到台灣其實跟荷蘭也有一點 算是歷史有點淵源 所以我們把一個跟台灣的歷史有關係的一個 國家的角色放進來 編寫的程序大概是這樣 首先一定會有大綱嘛 大綱其實是從短綱長綱到分長那個 一個順序字會越來越多 那最早最早的短綱的部分 都是由清華大學的副教授提供的 他那邊會先列出一些 會先列出一些他覺得 跟泰雅族的文化有關的一些題目 然後背後的科學是什麼 然後他可能會稍微想一下說 這個可以寫成一個什麼故事 像剛剛說的煙燻房子這個 我們要探討的就是煙燻這件事後面的科學的理論 那他就會想說那其實因為是煙燻房子 那我們可以寫一個跟蓋房子有關的故事 那我們這邊會跟合作的編劇 看到整份大綱之後 我們要先做的事是看 這些題目適不適合寫成故事 有時候科學會太難的部分 我們會跟教授討論說 這可能有點難 或是這個故事有點深 然後等到我們雙方都覺得 這一季所有的故事都還蠻適合拿來做成動畫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發展成長綱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請了科學的顧問就會介入了 就是我們會去拜訪他說 我們今天想要講的這個題目 背後的科學是這樣 那我們想像這個科學在這個故事裡面 會是以這樣的方式成立 這樣到底對不對 我覺得計畫時代科學現在才開始第二季 所以某種程度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新生 很年輕的作品 所以其實在整個台灣 甚至國際它的能見度還不夠高 我是希望如果有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九八十愛科學》這一個既是教育 又是跟原住民文化有關的作品的話 我覺得是希望可以更多人透過這個機會看到這個作品 《九八十愛科學》的評分 要坐在耳 épo嗎? 吃 폴是文化中特色的